朱泽浩快帮我拿下行李 眼前这位青春洋溢 性格外向的美女柳如烟 就是我的第九位租客 她刚从大学毕业上班 是一位小学音乐教师 不是 你哪里听说过 房东帮忙提行李的 话虽这样说 但是我的身体 还是很诚实地去帮忙了 大事已了 最后一套也租出去了 我的美好生活 终于要开始了 人生是一段旅程 没有人能选择它的起点 我的运气很好 生下来就在一个富贵之家 得益于父母前半辈子的辛苦奋斗 才有了我的幸福生活 我一定不会辜负他们的辛苦 下定决心要努力享福 父母说留点钱给他们环球旅游 就只给我买了十套房 为了让他们物尽其用 除了我住的那套 其余全部租了出去 为了让以后收回来的房子干净点 我认真挑选租客 租给了九名单身女性 本想以后能过上平稳的日子 没想到我的租客们 却在我平静如水的生活里 泛起一层又一层的波澜 帮他把行李放好后 我刚想攻城身退 他急忙拦住了我 则浩 我这里遇到一个困难 你能不能 不能 亲爱的房东 你就不能 不能 你不能听我 把我说完再拒绝我 不能 开玩笑 主打一个油盐不尽 我妈出去旅游的之前 特别叮嘱我 小心太漂亮的女人 我也始终贯彻一个观点 想要活得久 可以离前近一点 离女人远一点 况且她的这种态度 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事 行吧 那我就告你 在我租的房间安装摄像头 想要偷拍我 涉嫌侵犯别人隐私 你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玩意儿 在她的租的这套房子里 安装了微型摄像头 这房子 自从买了后 我就没住过 空置了几年 有可能是之前的物业 有可能是我爸妈前的保洁 也有可能是装修师傅做的 时间太久了 现在要查也无从查起 我已经主动报警了 少拿着是威胁我 她有些气急 腮帮子气鼓鼓的 那我就在公众平台上发言 曝光你 让他们不租你的房子 让你钱财空空 完了 抓住我的软肋了 房子租不出去 没有收入 我还怎么躺平 算你狠 说吧 帮什么忙 到时候再说 星期六 跟我去一个地方 穿得稍微正式一点 神经兮兮的 我常年都是睡衣睡裤上街 正式的衣服 还得翻箱倒柜的找找 来到指定的酒店 看到金碧辉煌的大堂 我就直觉这件事情不简单 心里面在打着退堂鼓 此时 刚好她的电话来了 泽浩 你到了 我下来接你 问问 我在大堂 带我到了一个雅间 里面有一群 跟她年纪差不多的人 柳如烟挽着我的手臂 笑着跟那群人介绍 这是我男朋友 朱泽浩 我当时都猛了 什么情况 小样儿 来因的是吧 拿我当挡箭牌 还把我蒙在鼓里 我愤怒地看着她 企图让她给我个解释 不料她看都没看我 直接拉我在她身旁的空位坐下 周围的目光 紧紧地锁定在我身上 如果眼神能够释放能量 我此时估计已经被融化了 刚坐下 就有人开口 朱先生 真是好手段 快点告诉我们 你是怎么把我们家柳大美女追到的 没告诉我 还有这出啊 我手机在下面忙打字 给她发了一条消息 这是另外的价钱 我装作神秘的反向提问 你们真想知道 他们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 很简单 就三个字 用真心 切 期间有一男的 一直死死盯着我 像是跟我有仇一样 我急忙复而问柳如烟 什么情况 那个男的 为什么对我敌意这么大 今天你的目的就是挡他的 好吧 原来是这样 这位明显不好糊弄 开口问我 朱先生 一看就很优秀 不知在哪里高救 我此时正在大口吃菜 谁有心情理他 突然脚上来了沉重一击后 我才反应过来 哦 问我啊 我无业游名 在家啃老 周围顿时议论纷纷 可惜 我又丝毫不在意 朱先生 可真是会开玩笑 我跟不熟悉的人 从来不开玩笑 这人被呛得愣了几秒 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 那讨厌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看朱先生吃饭的样子 应该有好几天没吃过饭了吧 而这五星级酒店的饭菜 是不是之前也没有机会品尝 这人是有毛病吧 吃个饭怎么话这么多 看来这位先生是经常来这种场合吃饭 那是 那个男人 就像是胜利的孔雀 抬起他高昂头颅 俯视众生 那这位先生 想必也是不差钱的主 那是肯定 刘哥刘雪归来 现在在大公司上班 薪资都是以年薪计算的 听说连公司办公楼 都在石中区的广远大厦里面 可以俯瞰整个城市 他在一旁举着酒杯 摇晃几下 虽然没有回应 但是看样子都知道 十分享受众人的追捧 那今天这顿饭钱 想必刘先生不会跟我们A吧 旁边几个捧根又跳出来了 这是什么话 跟刘哥一起吃饭 从来没有让我们给过钱 你瞧不起谁呢 就是 你这算啥 之前刘哥还说了 有机会带我们出国旅游 费用他全包 是不是啊 刘哥 那个男人脸色变幻 嘴里想说什么 却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嘴 说不出来 最后乖乖把账结了 饭后 我拉着柳如烟 想赶快逃离这里 在走廊上 又碰见了那个男人 正式认识一下吧 我叫刘成风 是如烟的追求者 你配不上他 如果你还有点自知之明的话 就马上退出 哦哦 还来装逼的了 刚才还没吸取教训 我看着一脸不屑的刘成风 真的是激发了内心的火气 刘什么风 那句话 我也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在这个城市 要结婚 有车有房是基础条件 这个我没说错吧 朱先生 我一脸问号地点了点头 还是不明白 他到底想说什么 我转头看了一眼柳如烟 他也摇头表示不解 又听他继续说道 不才我已经有车有房了 房子在市中区 面积不大 也就一百二十平 结婚的物质条件 已经满足了 朱先生 你还在为此奋斗吧 那就是说 你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条件啊 如烟跟着你 你能忍心看他受苦吗 再美好的爱情 也要回归现实 你还不明白吗 下白到我头上了 真是火酒见 第二章不好意思 刘先生 区区在下 也有车有房 房子在市中区有三套 我想以我的条件 跟如烟结婚 还勉强凑合吧 你只有一套房子 以后父母上来 难道还住你家里 这可多不方便啊 是吧 如烟 柳如烟一脸花痴地看着我 像小鸡十米一样 不停点头 没有再看他气到发子的脸 我拉着柳如烟就走了 把他送到家后 我转身就想走 每次遇到他 都有这种麻烦事 赶紧远离 躺平才是王道 怎么 房东 自己的房子 多坐一会儿 不行啊 算了吧 怕你把我吃了 今天表现很完美 我答应一个请求 以后找我帮忙 我免费 行吧 算你有良心 走了 心里却不以为然 你只要别再找我就行了 与人就是麻烦 不过今天蹭了一顿 五星级酒店的饭菜 味道还不错 刚准备回去休息 今天累了一天 电话又响起来了 看到来电提示 五号租客 刘秋婉 一名医生 年纪轻轻的三甲医院 主治医师 前途不可限量 心里抱怨 一天天的事真多 电话还是接起来了 万一遇到什么 警机情况呢 房 房东 帮我买两瓶红酒回来 晚上到我这里喝一杯 哥 都喝多少了 还喝 你也知道我是你房东 不是你庸人 我不喝酒 谢谢你的款贷 早点睡吧 走到小区门口 心里秃秃的 担心五号喝了酒 千万不要在我房子里 出了什么事 对 我是担心房子 打开他的房门 发现他正在屋里 安静地看电视 这不是没事吗 酒来了 给你放门口 我就不进来了 少了点酒 这玩意儿解不了愁 刚把酒放下 他就已经出现在了我面前 拉着我进来 一脸人畜无害地笑着说 房东 你来了 陪我喝两杯 一个人解不了愁 但两个人可以 大晚上的 孤男寡女 在一间房子里喝酒 我都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 不了 我不太会喝酒 还是算了吧 你自己喝 我走了 刚转身 发现自己走不动了 一脚被拽住了 你到底想要干嘛 刘秋婉眼眶寒泪 跟白天的自信女神 判若两人 她该不会是精神分裂吧 你能不能陪陪我 房东 我吃一个佛门礼 我一心向佛 女施主 请自重 哎呀 是这样的 房东 最近经常晚上 我就会收到一些 莫名其妙的短信 你看看 就说她喜欢我 今天穿的衣服好看 等等 我总感觉 她就在附近注视着我 我已经报警了 但是手机号码 是用电脑发的 是虚拟号码查不出来 然后警方劝我 最近少出门 警方调取附近的监控 也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不排除这是一起恶作剧 原来是这样 遇到变态跟踪狂了 你都已经报警了 晚上只要把门窗锁好就行 我可以今天在这儿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道啊 我又不可能天天在这里 看着她委屈地想要哭出来 我立马安抚她 真是造孽 女人真是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我还有兄弟等着我回家开黑呢 给我倒了杯酒 我说不喝 碰了下杯子 自己喝了起来 什么意思 瞧不起人 我这脾气上来了 从她读书 聊到工作 聊到相亲 一切的不快乐 都宣泄出来了 我最后的记忆只停留在她转过头 长发垂直而下 在暖黄灯光的照射下 有一种别具温柔的美 第二天清晨 我突然惊醒 往下一看 衣服完整 躺在地面上 她躺在床上 挺好的 懂得睡床 醒来后 我把她送到单位 本想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没想到晚上八点过的样子 又接到了刘秋婉的电话 泽浩 恩 我快到家了 现在就在拂名录 你要来接我啊 好的 那你快点啊 要不然 我就快到家了 你就失去这次机会了 这女人怎么神经兮兮的 不对 她没有这么亲切地叫过我 而且这电话很奇怪 没有听我说什么 直接就报她的地址 意味着她现在可能有危险 我急忙往浮明录方向跑去 从浮明录尾部一直往上面寻找 看到街道两边都没有她的身影 怎么回事 难道被跟踪狂带走了 我越想越急 千万不要出事啊 我刚想报警 但是人失踪又没超过24小时 正当我站在街口着急的时候 从对面的超市 走出来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刘秋婉 此时的她头发有些凌乱 表情慌张 像一只受伤的兔子 惹人心疼 看样子是受到不小的惊吓 心中的大石头落下了 刚想过去给她打招呼 就看到超市里跟出来了一个 穿着黑衣黑帽戴口罩的男子 向着她急速靠近 她的手上好像还拿了什么东西 心想不妙 我大步冲了过去 边跑边喊 那谁啊 助手 你想干嘛 黑衣男子转过身 眼睛瞪得老大 突然张开双腿 疯狂逃窜 这小子 跑得真快 我没有去追她 万一有什么埋伏 就亏大了 刘秋婉像是被抽走全身力气一般 无力地躺在地上 身体微微颤抖 明显是害怕极了 我过去把外套脱下来给她披在身上 安慰她几句 把她送回家了 她说自己害怕 不让我走 别开玩笑 这不合适 自己乖乖回去睡觉 把门反锁 窗户关上就没事 她一脸认真地跟我说 我觉得现在我最急需的是一个男朋友 我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那你去找啊 我觉得你就挺合适 我果断拒绝 挣脱她的拉扯 叮嘱她早点睡觉就走了 英雄就美 一时感激是冲动 而不是爱 第三章睡梦中 电话铃声响起 来自老妈的岳阳电话 太阳晒屁股了 还在睡 早点起来 收拾一下 等会儿有任务 什么事 这么早扰人轻梦 等会儿去相亲 对方条件不错 长得漂亮 跟你很配 笨 笨 什么 去相亲 我不去啊 你跟对方说 我不去 你也老大不小了 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孙女也行 妈不重男轻女 只要是我的孙孙都可以 打住 都想这么远了 我不去 不可能 那是老妈我的好朋友介绍的 你必须去 如果不去 我跟你爸 就马上飞回来 天天当面伺候你 我去 约定好的见面地点 是咖啡馆 此时人不多 环境倒是不错 见到了相亲对象 长相一般 老年人说的漂亮 很多时候都是敞亮化 跟我的那些租客相比 确实研制方面 要差一丢丢 浓妆艳抹 香水味很浓 刚开始不适应 把我呛了几下 我刚坐下 她的双眼 就像扫描一样 把我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扫尸了一遍 把我看得浑身不自在 你就是王仪介绍的 相亲对象吧 个子 长相都还不错 就是有些过于瘦了 我还是喜欢那种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那种 这就挑上了 不过问题不大 每天坚持锻炼 要不了多久 就有肌肉了 这样的男生 才有安全感 还有就是 你的工资 以后必须交给我来管 男人嘛 喜欢大手花钱 心里没数 彩礼就给一百万就好了 我闺蜜是收两百万 我就少一点 房子至少得有两套 要不然以后 我父母上来 住不开 车子得四十万以上的 四十万以下的 我坐着不舒服 你这边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处处看 我刚想说话 就有一道声音传来 泽浩 你来了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一位落落大方 甜美笑容的女生 站到我的面前 正是美女老师柳如烟 我在相亲前 请她来救场 没想到出现得刚刚好 相亲女看着她 有些诧异地问我 这位是 我笑着解释道 本来刚进来 就想跟你解释的 但是你一直没给我机会 她是我新交的女朋友 还没来得及 跟家里通气 就被强制叫出来相亲 不好意思 等会我们三个人 一起吃顿饭吧 我请客 相亲女脸色尴尬 站起来就走了 边走边骂 神经病啊 有女朋友 还出来相亲 真是吃饱了撑的 柳如烟完尾地看着我 泽浩 怎么这款都看得上 你该不会饿昏头了吧 我表示也很无奈 母命难为 今天感谢你的救场了 我们扯平了 想吃什么 中午我请你吃饭 可以啊 我能多带两个人吗 我大手一挥 那算什么 不就是多两副碗筷吗 小意思 直到看到旁边 给我挥手打招呼的叔叔阿姨 我有些后悔 大放绝词了 在餐馆包厢里 三个人直勾勾地看着我 浑身上下 都变得十分不自在 你 你们吃菜啊 看着我干嘛 柳如烟的爸妈一人一句 直接把我弄猛逼了 小伙子 你今年多大了 在哪里上班啊 跟如烟认识多久了 在路上的时候 柳如烟瞅准时机 给我说了今天的情况 总的来说 跟我的遭遇是一样的 他父母来这里看望他 说要带他去相亲 他编了一个谎言 说自己有男朋友了 就是我 结果 我刚好让他帮忙 这不是巧了吗 他们一家三口 就在那里等我 看着我相亲 小猪 我听如烟说 你是他男朋友 怎么今天 还跑去跟人相亲了呢 他爸爸一脸怒气地看着我 难道你还想 吃着碗里的 念着锅里的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叔叔 嗯 这件事情比较复杂 还是让如烟给你解释吧 看着旁边只顾吃菜的柳如烟 我气不打一处来 果断把话头丢给了他 让他自己去跟老两口解释去吧 爸 哦 是这样的 爸 我之前一直都在追求泽浩 泽浩还有没有答应我呢 今天他出来相亲 也是被逼无奈 现在他想明白了 他还是喜欢我的 我听着他的解释 目瞪口呆 直接傻眼 看着叔叔阿姨 转头质问我的眼神 哦 哦 对对对 就是这么回事 之前我跟如烟在一起的时候 还不知道 原来我的心里一直都是他 直到刚才跟别的女生相亲 我才醒悟 为什么我看不上他 原来是我心里早就有人了 这个人就是如烟 在一片和谐的氛围里 这顿饭终于是吃完了 走完了那老两口 我的腰上感觉有一只手 然后拧了一下 你干嘛 好痛 朱泽浩 你可真能扯 反正我爸妈知道 你是我男朋友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什么意思 不是逢场做戏吗 他难道还想假戏真做 第四章我没有接话 把他送回去之后 就自己回家了 自由万岁 恋爱结婚 都是束缚 在家躺平的时候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问我是不是冰河小区的业主 我看着来电提示 没错啊 这不是我的七号租客 莫青青吗 他还是一个房产中介啊 真是太巧了 电话打到我这里了 莫青青 您怎么知道我名字 我是你的房东啊 朱泽浩 在电话里 跟我聊了很多 他说没想到 我这么年轻 就在这个城市 有了三套房子 感叹我是个成功的人 我想自己最大的成功 可能是投了个好胎吧 自从那天过后 他哥三差五就联系我 想请我吃饭 我也从朋友那里了解到 最近房地产行业不太景气 不想让他破费 中介行业 不开张的时候 日子过得确实挺难的 又接到他的电话 他还没开口 我本能就拒绝了 朱哥 我这次请你吃饭 是想让你帮个忙 如果你这次不来的话 可能房子就租不了了 我听到他电话里说的挺真诚的 我就答应了 最主要的是 房子他万一不租了 一时半会儿 我也找不到租客 还有空置期 这不亏大了 地点也是选的一家装修一般的中餐馆 一看这个吃饭的人数 我就知道 这是一家已味道吸引顾客的餐馆 在包厢里 找到了莫清清 我刚坐下 就急忙问道 莫清清 发生什么事了 需要我帮忙 他微笑着说 朱哥 这个事情不急 我先点了几个招牌菜 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我拿着菜单看了一眼 就这些吧 两个人也吃不下那么多 饭才吃到一半的时候 他才说出请客的目的 朱哥 是这样的 最近你也知道 房地产行情不太好 我手头比较紧 能不能 他咬了咬嘴唇 后面的话就卡在那里了 我听不到下文 有点急了 你说吧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今天我这饭都吃了 能帮就帮 本来我是怕麻烦的人 但是吃人嘴短啊 朱哥 房租每个月 能不能给我少一点 我不以为然 多大点事 行 我还以为 你要我给你免房租呢 少点就少点 现在只求稳定 房租少点也无所谓 他对我千恩万谢 不停地往我碗里加菜 莫清清双眉之间的 愁云也散了 脸上多了不少笑容 他跟我聊到 最近看房子的客户都变少了 但是他手里还是有几个客户 等他把他们拿下 到时候提成一发就请我吃饭 我也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 连连点头 表示自己非常期待 跟他接触的这段时间里 我能看出来 他是一个勤奋肯干的女生 他身上的这股宁折不弯 不屈不饶的精神 还是有点触动我 接下来的几天 无视干扰 又是我喜欢的咸鱼节奏 走在路上 突然感觉胳膊与身体的缝隙里 钻进了一个什么东西 定睛一看 是一只手 紧紧搂着我 还带着一丝颤抖 视野由下网上看去 这不是莫清清吗 我很试一问 你 老公 这么巧 我今天给你说了 晚上要回去吃饭 我略微皱了一下眉头 就看到他给我眨眼睛 哦 老婆 这么巧 我正准备去买菜呢 莫清清这才回头 跟一个大富翩翩的人说道 看吧 王总 刚跟你说了 我老公来接我了 你还不信 我也配合着 恶狠狠地盯着他 中年人没说什么 灰溜溜地走了 怎么回事 那是我的一个客户 说要买房子 但是三天两头 就想办法要约我吃饭 我知道他没安好心 今天又跑来缠着我 幸好你来了 我才找个借口 把他甩脱 走吧 晚饭时间到了 为了感谢你今天的救场 我请你搓一顿 吃饭可以 不用这次我请 选了一家三星级酒店 点了几个菜 他说心情不好 想喝点酒 就点了一瓶红酒 都说借酒消愁 但是要看酒量啊 莫清清又叫了两瓶 正吃喝的尽兴 总有些不长眼的人 会跳出来 比如说刘成风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碰到他 哟 这不是柳如烟的男朋友吗 今天怎么换了一尾 你这样做对得起柳如烟吗 枉他为了你 拒绝了我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渣 我内心翻了一个白眼 这家伙真的戏好多 他转头看向莫清清 美女 你可不要被他骗了 他可是有女朋友的人 他就是个人渣 为了健康 还是远离他吧 听他独角戏唱得差不多了 我才回了他 刘什么风 我跟如烟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吧 就算没有我 他也不会找你 至于我和这位美女的事 关你屁事 刘成风 有些气急败坏 真是粗鲁 美女你 我就是喜欢她的粗鲁 你管得着吗 多管闲事 说完 我们两人把当空气的边吃边聊 他见我们没搭理他 最后尴尬地走了 他真是太能喝了 这是我晕过去的时候 脑子里唯一在想的事 等我醒来的时候 已是第二天上午 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居然是在酒店 往杯子下面一看 完了 只剩一条内裤 昨天晚上难道 我对莫清清干了什么 第五章酒喝多了 完全想不起来 就在我一个人胡思乱想之际 旁边突兀地传来声音 吓我一跳 你醒了 快起来吧 我们去楼下吃早饭 定睛一看 不是莫清清 怎么会是柳如烟 在酒店的餐厅 早饭我是一口也吃不下 我有很多疑问 想要问他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说起 泽浩 你别搅了 再搅 这周都要被你搅成糊了 此刻的我有点不太敢看他的眼睛 昨 昨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我睡觉醒来 衣服裤子都不见了 柳如烟露出恍然的模样 原来是纠结这个问题啊 你知不知道 昨晚如果不是我及时出现 你的清白就要没了 什么 我大吃一惊 引得周围人的抬头关注 急忙小声地问他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昨晚我跟莫清清喝醉了 然后他带我来酒店开的房 清如烟听到刘成风打的小报告 急忙来到这里 最后在他的虎口下 把我救了出来 柳如烟对他表明身份 说是我的女朋友 莫清清见状 就先走了 你知不知道 但凡昨天不是我来了这里 你可能会出很大的问题 我还有疑惑 什么问题 故男寡女开房 万一女方最后反咬你一口 敲诈你一番 如果不答应他的条件 他就报警告你强奸 说不定你还得吃官司 我看你到时候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柳如烟这一番话 一语惊醒梦中人 现在我想起来 确实有一阵后怕 我不相信莫清清会这样害我 嗨 他就是我的一租客 昨天帮他解决了一个麻烦 就要请我吃饭 他应该不会做这种事的 柳如烟打断我的话 那他为什么把你送到酒店后不走 脱了你衣服就算了 还要帮你脱裤子 我无力反驳 人心隔肚皮 我跟莫清清认识的时间也不长 这一切都不好说 柳如烟很严肃地看着我 朱泽浩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你对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女人 有着致命的诱惑力 你有钱 人长得帅 身材貌似还不错 这些姑娘把你拿下 以后就直接当包租婆 想轻浮了 他这一席话 把我弄得不好意思 但是我承认说得在里 如烟 我真的很感激你 要不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算什么 我们毕竟是男女朋友 我盯着他 有些愣住了 他脸上一红 继续说道 虽然是假扮的 他最后一句 声音很小 我并没有听清 我到家才发现手机没电了 冲上电后 看到了莫清清给我发的一长串文字消息 主要内容就是他要给我说声抱歉 昨晚幸好我女朋友出现了 才没有酿成大错 他说自己喜欢我 加上我条件好 就想要生米煮成熟饭 后面两人可以慢慢培养感情 他知道自己错了 太心急 并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加上他最近的工作压力太大了 想找个本地人 男人减轻下自己的负担 他的这种心情 我可以理解 但是做法 我肯定是不赞同 我也给他回了一则消息 让他好好上班 通过自己努力得到的东西 才是真实可靠的 别人给的都是虚幻 那一天被收回去 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件事情 我会当成没有发生过 以后 没有其他的什么事 我们就不要联系了 免得我女朋友会吃醋 最后一句话 可能说的有点狠 但是也是为他好 不想让他对我再抱有幻想 免得最后影响他 开启一段真正属于他的恋爱 这几天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上火了 牙齿疼得厉害 去附近的医院看看 没想到主治医生就是我的五号租客 刘秋婉 他看到我很惊讶 戴着口罩的眼睛笑起来 弯成了一道桥 刘秋婉 你该不会是故意挂个号 专程来看我的吧 我白了他一眼 快别说风凉话了 我都不知道你在这家医院 快帮我看看 牙齿疼得厉害 我总算体会到了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要人命 来 嘴巴张大 你这是吃的东西太辣 上火 导致知耻发炎了 这样 我先给你开几副药 先把炎症消了 我建议等你消炎后 尽早来医院把支持拔了 要不然以后还得疼 下午有空吗 陪我去一个相亲局 啊 我有点猛 啊什么 不是你让我找个男人吗 我现在不就在积极相亲吗 难道 你对我有想法 我可以不去 我打断了他的想象 不是 你相亲 叫上你的亲戚朋友去就行了 叫我干什么 亲戚我叫了表姐 你作为朋友 去的话 可以从男性视角 帮我看看这个相亲对象怎么样 帮不帮这个忙 直说 想到我的牙齿 还要麻烦他呢 我无奈地点了点头 下午的咖啡馆里 我们三对一 不管三七二十一 这正是我方是赢了的 对方就是一个年轻男子 身高体型长相都还算可以 就是外表看起来 有点呆呆傻傻的 没准说不定挺适合过日子的 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他们两位在交流 我跟表姐就在一旁配合着说两句 然后缓解下有恃尴尬的气氛 我从来没有想过亲 不知道会是这么的尴尬 内心想的是 以后自己永远不要来相亲 上完厕所后 我刚走出来 就看到那的相亲的男子走了出去 从他的衣服口袋里 掉了一个黑色口罩出来 我捡起来 刚追出去就被告知他已经走了 第六章过了一天后 刘秋婉给我发消息 他说自己觉得那个相亲对象还行 看起来比较时常 晚上准备跟他一起吃个饭 多接触一下 再看看是不适合交往 我说回复道 可以的 这个你自己考虑清楚就行 不用告诉我 他说 感谢我下午几处时间陪他相亲 事情的发展情况 他应该给我说一声 这姑娘终于开窍了 看来距离脱单不远了 在家躺了一会儿 醒来发现天都黑了 把脏衣楼的衣服拿出来 准备放洗衣机 一个黑色的东西掉下来了 咦 这是在上次的那个咖啡馆 那个相亲的男人掉的口罩 黑口罩是对折的 上次录在上面的纯黑的 这次是另外一面 上面有一个白色的X标记 等等 我怎么看这个东西这么眼熟 脑海中划过一道闪电 这不是上次跟踪刘秋婉的 那个跟踪狂戴的口罩吗 这么巧合吗 现在仔细回想 上次在咖啡厅 第一次跟那个相亲男见面 总有一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是了 她的身高体型 与那个跟踪狂非常相似 我急忙跟刘秋婉打电话 但是她没接 发消息也不会 希望是我想多了吧 我急忙与表姐联系 幸好上次去咖啡厅的时候 还加了她表姐的微信 微信里 是表姐发来的餐厅地址 幸好刘秋婉 还多一个心眼 在去吃饭前 告诉了表姐 自己的去处 来到他们吃饭的地方 向服务员一打听 他们都走了好一会儿 这下没有了目标 还怎么找 正当我有些心急如焚的时候 电话响了 刘秋婉的电话 她告诉我 自己已经到家了 手机刚才不知道 怎么按成静音了 刚听到表姐说 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我输了一口气 大概是自己想多了吧 没事没事 回家了就好 怎么 你不喜欢我跟其他男人约会 这倒不是 那你这么担心我干嘛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也就罢了 但现在知道了 她是我的租客 又算是朋友 我全然不顾 感觉又不太好 没有证据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万一是我想多了 破坏了这段好姻缘 我的罪过就大了 只是隐晦地提醒她 不管去哪里 一定要跟家里人报备 免得他们担心 一天接到柳如焉的电话 她邀请我参加朋友的婚宴 我觉得很麻烦 直接就聚了 我不去 你朋友结婚 我去干嘛 柳如焉的声音有些急了 可是我的父母也会来 你父母来就来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我很好奇 柳如焉有些委屈的回应 他们到时候问到你去哪里了 我直接说没来 这不好吧 而且他们上来 参加朋友婚礼是其次 主要的是想看看你 我刚想说我有什么好看的 但是一想 好像在老两口心中 我是他们女儿的男朋友 好吧 我去 婚礼的档次还真不错 在本市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举办的 不仅为美 主持人专业 仪式感直接拉满 正在疯狂进食的时候 视角范围内 好像有什么脏东西 向我们这桌走过来 人味道 生鲜质 哟 这不是诸葛吗 看着一脸笑容的流成风 向我走来 我总觉得他心里没憋什么好辟 你是哪位 我的回答让现在暂时出现了 小范围的冷场 他的表情好像被风雪冰冻了 笑也笑不出来了 只能尴尬地解释 我们上次一起吃过饭的 如焉当时也在场 你忘了 我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真挚地跟他道歉 对不起 刘先生 如焉他是知道我的 对一些不太重要的人 我通常都记不住 经常都需要如焉来提醒我 实在对不住 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感觉周围的温度更低了 看得出来 他很努力地让自己继续保持笑容 朱先生 真是贵人多忘事 上次宴会还说自己拥有几套房子 但是你为什么 还要去我朋友的一家小公司上班啊 不过别说 上次你还装得很像 说自己有三套房 真是把我吓一跳 这时从刘成峰的背后走出来一个人 居然是丁宇 他是我之前 就是刘成峰说的那个小公司的同事 本来我想在家躺平的 但是我妈总觉得天天在家里躺 容易躺出问题 就给我找了一个工作 说是他朋友的儿子开的公司 我就是当一小职员 打发下时间 反正不靠那点而工资过火 但是工作一段时间才发现 公司虽小 但是人心却很大 里面的牛鬼蛇神太多了 我这个小卡拉米受不了那样的环境 加上上面一个主管看我不顺眼 老是针对我 我一天忍无可忍 就跟他吵了一架 被开除了 这个丁宇就是他的那一戏人 头号舔狗 舔得可情了 他阴阳怪气地对我说 这不是小猪吗 这么今天来五星级酒店婚宴蹭饭啊 上次不好意思 公司把你开除 我只是个主管 没能帮你说上话 呵呵 当面放屁 真是臭不可闻 哦 原来是丁哥 每次聚餐 您总是吃得最多 哪怕第二天吃胃药 也要狂炫无碗饭 你过来是 你那桌菜吃完了 想吃我们这桌的 丁宇脸气得通红 你 听说你之前在跟刘少聚会的时候 说自己在本市有三套房子 真是吹牛不打草稿 你知道市中区的房价是多少吗 真是遇到了陌生人 什么牛都敢往外面吹呢 柳如烟的父母也有点疑惑 问了问如烟 女儿 这是怎么回事 你之前不是说 朱泽浩在这里有几套房 靠收房租过日子吗 现在怎么 第七章听到他父母的质疑 我也能够理解 谁都担心自己的子女上当受骗 所托非人 正想解释 刘成风又跳出来了 阿姨 您难道是如烟的妈妈吗 你看起来 好年轻啊 像我姐姐 我在旁边听着 差点把刚才吃的东西吐出来 柳如烟妈妈 还是很矜持地说了一句 谢谢 就没理流成风了 丁宇对旁边的柳如烟说道 柳小姐 千万不要被朱泽浩骗了 她就是一个臭吊司 还说有什么几套房子 这可能吗 她有几套房子 会跑到我们那个小公司去上班 谁信 就在他们尽力嘲笑我的时候 旁边那桌站起来了的女生 我信 丁宇的笑 感觉被这两个字给扇到喉咙里了 导致她呛了几声才恢复 美女 你谁啊 你为什么说相信她 因为她是我房东啊 来人正是我的六号租客 李思汗 我也相信 她也是我的房东 又走过来一位美女 正是刘秋啊 柳如烟也不甘示弱 我也相信 因为她也是我的房东 我对他们摇了摇头 假装教训他们 你看这是闹的 就是几套房子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事 跟你们说了要低调 别把我暴露出来 你们不听 看吧 这下都知道我在石中区 有三套房了 以后不用工作 也能活得很好了 有些人知道会眼红的 真是拿你们没办法 我对着桌上的客人 说道 不好意思各位 打扰你们吃饭了 继续吧 等会儿菜冷了 就不好吃了 没有理会后面的 两人的尴尬盛况 我转身坐下吃饭了 顺手还给柳如烟 加了一道菜 对面柳如烟的老妈 看我的眼神 好像是越来越满意了 等了几秒钟 这两人就回溜溜地走了 饭后 柳如烟带着她父母 回了她的房子 我也跟着一起 说着说着 不知道怎么的 就把话题扯到 我跟柳如烟身上来了 柳妈妈认真地 看着我的眼睛 小猪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喜不喜欢我家如烟 在她妈妈 热情的注视下 我有点结巴了 应 应该是的吧 应该 感觉脚下一痛 发现是柳如烟 在旁边踢了我一脚 这才反应过来 就是喜欢 非常喜欢她 她妈妈点了点头 我也看出来了 我家的丫头骗子 可是喜欢你的很 妈 你说什么呢 柳如烟把头快 埋到胸口上了 怎么 还不好意思了 这有什么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这样吧 小猪 我刚跟你叔叔 商量了一下 看什么方便 把双方家长 叫出来一起吃个饭 商量下你们的婚事 我给柳如烟 一个求助的眼神 她没有理我 还在旁边附和 爸妈 我听你们的 完了完了 被柳如烟架在火上烤了 收拾下情绪 给她妈妈说 我父母现在在国外旅游 等他们回来 我们商量好了时间 就跟二老联系 把他们送上车后 我立马转身 怒气冲冲地看着柳如烟 没有说话 她有些心虚地看着一边 不敢把目光看向我的眼睛 怕被我眼里散发出的愤怒激光灼伤 不是啊 大姐 大家说好了 只是帮忙走个流程 你玩真的 柳如烟摊了摊手 转身走了 我妈都已经那样说了 我有什么办法 那我怎么办 你看着办 我现在考虑爸妈回来的时候 该怎么跟他们说才好 正在我烦心的时候 李思涵给我发消息 家里的热水气坏了 没办法 作为房东 修理家电这些事都得自己上 跟柳如烟说声有事 我急忙赶去了我的六号房 李思涵打开门 热情地请我进屋坐 她性格大方 开朗 又很直爽 可能跟她工作的环境有关吧 两三句话聊下去 就容易让人跟她处成朋友 她在微信里告诉我 说热水气有问题 洗澡的时候 一会儿冷 一会儿热 我在那里检查了半天 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思考了一会儿 我才反应过来 可能是热水器很久没换电池的缘故 我下楼买了几个电池 把热水器上的换了之后 多余地放在抽屉备用 我试了试厨房的水温 感觉出热水正常 就准备告辞走了 但是李思涵说 她进去洗个澡 就怕卫生间的热水放不出来 我在的话 也好及时维修 我觉得她说的有点道理 也没有多想 就在外面沙发上坐着 但渐渐地 我听到厕所里的洗澡声 才感觉这种氛围很奇怪 我心愿意马地看着电视 努力让自己的思绪回归正常 忽然 听到一声尖叫 我在外面问道 李思涵 你怎么了 摔倒了吗 我使劲敲了敲门 里面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想起前两天看的一则新闻 一个女生洗澡 脚打滑 头着地 直接死了 有点害怕李思涵也这样 毕竟是我的租客 出了问题 我也要受到影响 急忙踹门 冲了进去 浴室里 雾气生疼 等眼睛适应后 发现里面居然没人 怎么回事 李思涵怎么消失了 这可是一间密室啊 透气的窗户那么小 成年人又出不去 况且这是在十二楼 外面时空的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一双手从背后抱着我 感觉有两团饱满 顶在我的后背 我口干舌燥 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体温急速上升 身体越发滚烫 我急忙把这两双手拿下来 转过头一看 是李思涵 他完好无损 穿了睡衣 但是里面却没穿内衣 第八章 你 你干嘛 李思涵 朱泽浩 我好喜欢你 做我男朋友好不好 说完 他整个身子靠得越来越近 趁我还有一丝理智 急忙挣脱他的束缚 跑出了卫生间 大口呼吸着外面的空气 缓解着剧烈跳动的心 等一会儿 李思涵穿好衣服 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我看他的样子 已经冷静下来了 他坐在我旁边自顾自地点了一根烟 又给我点了一根 过了一会儿后 我率先打破瓶颈 怎么回事 说说吧 什么怎么回事 我就是喜欢你 不行啊 我直直地盯着他 我从来不相信 这世上有一件钟情的爱 说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 要让你做出这种事情 他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跟我讲 我怀孕了 胎儿已经三个多月了 我目瞪口呆 我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 我想给肚子里的孩子 找个爸爸 看你条件不错 人长得也好 我就让找你了 就这么简单 What 我从小梦想就是当这个侠 那个侠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 要当接盘侠 我突然想到一个是 你都怀孕了 那你刚才还对我 万一我忍不住咋办 你这不是对肚子里的孩子 不负责吗 我有些生气地质问他 一看就是个小屁孩儿 什么都不懂 三个月以上问题不大 他就自言自语地跟我讲述着他的故事 原来他是在一家大型的酒吧当经理 酒的销量越高 他拿到的提成越多 一次在陪客户喝完酒之后 就在一个包间晕倒了 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衣衫不整了 没想到就那一次就怀上了 而且更可悲的是 连那个男的什么样都不知道 你没报警 报警干什么 让大家看我笑话吗 报警之后呢 我这工作还保得住吗 再去外面找这样的待遇的工作 已经很难了 我也只是充当一个倾听者的角色 没有权利要求他怎么做 这一切的决定权都在他 最后 他说自己对不住我 刚才不应该那样害我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就差点让我强行当爹 我摆了白手 试一此事结果 不要再搞这一出就行 刚走到门口 想要离去的时候 一个男的冲上来 就给了我一拳 我真的有点莫名其妙 刚想冲上去反击 李思涵就让我不要打 那个男人气愤地看着我 原来你就是思涵肚子里孩子的爸爸 都这么久了 对他不闻不问 你还是个男人 你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这语气我听出来了 这位应该是李思涵的追求者 他是你的追求者 我扭头看向李思涵 李思涵咬了咬嘴唇 点了点头 你别为男李思涵 就是我看不惯你的所作所为 我才出手揍你的 如果你答应我 以后跟思涵好好过日子 我就任凭你处置 这傻大哥身上有一股劲 我很欣赏 就是喜欢一个人 愿意为他做一切 我笑了笑 对他说 我祝你们百年好和 长长久久 对着李思涵 这男人真的不错 适合过日子 在这位傻大哥迷茫的眼神中 我大步离开了这里 今天我不明不白地 闯入了他的世界 又不明不白地挨了一拳 真是晦气的一天 在路上的时候 接了柳如燕的一个视频 他问我在哪里 我说在回家的路上 怎么看你嘴角有伤 怎么 被别人打了 他可真是神了 没有 不小心摔了一跤 问题不大 正在沙发上隔游躺 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大晚上的 谁啊 我 你 你是谁 我你都听不出来 想死是吧 我听出来了 不就是柳如燕吗 这么大晚上的 他来干嘛 开门后 他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泽浩 你没事吧 嘴角都瘀青了 看着他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拍了拍胸口 表示小问题 但是面部表情夸张了一点 又拉扯到伤口了 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气 他急忙拉我到沙发上坐下 打开 随手提进来小型医疗箱 为我消毒 擦拭伤口 原来他这么晚来这里 是担心我 给我处理伤口的 看着他小心翼翼 又格外认真的模样 我常年悬浮着的心 此刻竟安定下来 我知道自己可能喜欢上他了 只是嘴巴上死不承认而已 我能想象和他一起过着 属于我们的日子 肯定会非常幸福 我轻轻地握着他的手 快速地吻了他一下 柳如烟愣在原地 有点不可置信 你 你干嘛 他的脸此刻就像红苹果 我打句地说道 怎么 男朋友行驶下自己的权利 都不可以吗 讨厌 日子就这样平淡如水地过着 只要我的租客 不要再来打扰我 我就很清闲 我跟如烟的感情 也在稳步升温 我跟他都比较喜欢 在这种日常生活中 慢慢了解 慢慢深入的恋爱过程 就像建房一样 需要一步一步地打地基 这样的爱情 才不会被一时的风雨吹垮 正在跟柳如烟 在电视机前嬉戏打闹 柳如烟看了新闻 最近有几例 女生被侮辱的案件 真是可恶 我随意地回复 你平时上下班的时候 小心点 我如果没有别的事 都来接你下班 柳如烟眼眶微微泛红 泽浩 你不要这样 我整个内心 黑人问号 你对我这么好了 我怕以后分手了 我会接受不了 傻子 那就永远不分开啊 第九章 手机响了 居然是刘秋婉的表姐电话 朱泽浩 婉婉跟你在一起没有 没有啊 有什么急事找她吗 不是我 是她妈妈有事找她 打她电话又打不通 我就想着来问问你 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她最近是不是 还在跟那个男的来往 应该是吧 那会不会跟她在一起 手机放在一旁 没有听到 可能是这样 挂了电话后 我也没当一回事 我这次很淡定 毕竟有经验 上次也是虚惊一场 没过多久 又来电话了 我真是奇了怪 今天的电话怎么这么多 居然还是一个坐机号码 我二话不说 直接挂了 又来 我再挂 还来 好吧 我被她的毅力折服了 今天是什么广告 我也给她听完了 喂 你好 哪位 快来救我 凯迪酒店五百二十 什么玩意儿 这两年的套路这么深了吗 直接酒店 不对啊 这个声音怎么有点熟悉 像是刘秋婉 坏了 我立马给她回播过去 没有人接听 赶紧让如烟打110 警察过去需要时间 我先过去 怕她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来到那里的时候 我联系到酒店的前台 让他们拿钥匙跟我去520 站在门外 听到里面好像有杯子掉在地上的声音 还有男人的叫骂 女人的哭泣声 房门打开 看到刘秋婉一不避体 男的刚把上面的衬衫扣子解开 正欲行不轨 我进屋后 飞起一脚把她踹到一旁 门外的服务员都吓傻了 我让她赶紧叫保安来 刘秋婉看到来人是我 不顾一切地扑到我身上 整个人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眼泪像一颗颗珍珠不停往下掉 我赶紧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 披在她的身上 她的手臂 脸上都有一些瘀青 看样子是受了不少委屈 刚想跟她说什么的时候 旁边传来一股大力 在我没有防备的时候 把我击倒在地 我定睛一看 原来是那个相亲男 我最早的猜测成真了 她果然是有备而来 我起来后 跟她扭打在一起 想要把她制服 但是这小子看起来呆呆 但是身上还挺有劲 渐渐地 我快落入下风 她骑在我身上 拳头狂风暴雨一般落到我身上 不知何时 她拿了一把刀 想要刺我 这时的我刚好历劫 心到不好 今天不会交代在这里吧 眼看着刀尖离我越来越近 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了死亡的味道 下一刻 她被猛地撞击开来 是刘秋婉 她起身 想要再次行凶的时候 刚好警察赶到 控制住了她 刘秋婉 一下就在进我的怀里 边哭边说着什么 我却一个字都没听懂 门口处柳如烟 眼露凶光 嗨嗨 刘小姐 如果恢复了的话 能不能先放开我的男朋友 刘秋婉 疑惑地抬头看我 什么时候交往的女朋友 我笑着说 有段时间了 进程不能比你落后啊 哦 对了 有件事情 还挺不好意思的 什么 其实 我早些时候 一直就怀疑 她是上次跟踪你的那个人 但是我没证据 加上你好不容易 遇到个比较心仪的 我就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你 我的郭 如果早告诉你 也许就不会有 今天的事情发生了 你不会给我抱歉 我只知道 结果是你再一次救了我 她的表姐听说后 姗姗来迟 把刘秋婉带回去休养了 身上的伤好治疗 心里的伤不知道能不能快速愈合 人都走了 还看 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我用鼻子嗅了嗅 这空气里怎么有一股酸味 如烟 你闻到了吗 讨厌 别生气了 她是我的租客 也是我的朋友 我明知道她出事了 做事不理不是我的风格 你难道喜欢这样一个自私的我 开玩笑的了 动不动就上纲上线 说着 我们启程走回家了 你没受伤吧 怎么可能 我厉害着呢 后来 据警方传来消息 乡情男是很早之前 刘医生的一个病人 在一次看病的过程中 就被刘医生吸引 后来就经常跟踪她 尾随她 然后自我陶醉其中 后面就开始发骚扰信息 那次在超市门口 就想把她迷运带走的 结果被我救下来了 后面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居然跟心中的女神相亲 随后两人越走越近 她迫切地想跟刘秋婉交往 成为正式的男女朋友 但是刘秋婉心里 像是有一道防线 她始终攻克不了 久了久之 她越来越心急 趁一次约会之际 找个理由把刘秋婉带到酒店 想与她强行发生关系 最后刘秋婉请求她 带上安全措施 她只好下楼去买 期间 刘秋婉给我打了求助电话 整件事情 我最诧异的点是 她居然记得住我的全号 我跟柳如燕商量好了 等再过一段时间 就一起去看看她 第一时张可接下来 发生了一件 让我醉醉无语的一件事 柳如燕公司的同事 给我打电话 说如燕被人拦了 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 我简直怒气冲天 光天化日之下 还有没有往返了 腰间别了一个扳手 就往他们公司冲 到了他们公司楼下 我发现围了很多人 我也凑上前去 想看看是不是 如燕在里面 结果居然看到了 刘成峰 他站在摆成星形的气球里 跟旁边请的群众演员 交代着什么 把耳朵竖起来 听到了他的计划 等会儿 我就在这下面喊 柳如燕 我有话跟你说 请你下来 然后等到他下来 我就跟他表白 等我表白完后 你们的任务就来了 就在旁边使劲喊 在一起 在一起 就完了 今天谁喊的卖力 结束后 我再给他加五十块钱 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 有个大娘举了举手 刘成峰让他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女主角她不下来呢 周围的空气 好像凝固了 四周陷入一片尴尬之中 刘成峰挥了挥手 打破了这种气氛 自信满满地说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点自信 我还是有的 那位大娘很执着地说道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万一发生这种事了 怎么办 我在一旁 差点笑出声 想为大娘鼓掌 思维很严谨 考虑很周全 刘成峰发怒了 这是谁的人 让他闭嘴 能配合酒配合 不能就滚蛋 原来如颜同事说的 他要被人拦 是拦着表白啊 有意思 我这辈子 还没有跟谁表过白 我想先学学 以后对柳如烟 表白的时候用 我也和大多数的 吃瓜群众一样 抱着双手 看他表演 只见刘成峰 已经准备就绪 理了理他的西装衣领 拿着高音喇叭 对着楼上喊道 柳如烟 我是刘成峰 我有一些话 想要当面给你说 请你下来一训 过了五秒 十秒 上面鸦雀无声 没有任何回应 围观群众 都等得有点不太耐烦了 以为女主角不会下来 大家都想要散场的时候 一道靓丽的身影 出现楼梯口 我眼睛一亮 今天的柳如烟 修身短袖 配上白色裙子 加一双帆布鞋 真是校园剧里的女主 也不过如此 没想到她还真下来了 我倒想看看 这个小妮子想干嘛 柳如烟走到刘成峰的面前 没好气地跟她说 刘成峰 你要说什么 说完就赶紧走吧 你在公共区域这样大吼大叫 等会儿保安就要来赶你了 如烟 你终于还是下来了 有些话 我憋在心里很久了 不吐不快 记得我第一次见你 那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 停停停 别念稿子了 你要这样了 我就走了 哈哈 旁边的吃瓜群众 一个两个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什么年代了 还写这么土的情书 别别别 其实浓缩起来就只有一句话 柳如烟 我喜欢你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柳如烟有些生气 刘成峰 你是不是有病 明知道我有男朋友 你还搞这一出 有意思吗 我没有限制你爱别人 你也不能阻止我爱你啊 不好意思 请你听仔细了 我不喜欢你 更不可能做你女朋友 请你回去吧 别影响我工作 柳如烟转身就准备上去了 刘成峰急忙上前拉他的手 他奶奶的 这怎么能忍 我直接把人群掀开 一个剑步冲上去 把他踹飞 刘成峰 你刚才表白 我没有打扰你 但是现在我的女朋友 已经明确回绝你了 你还拉他的手 就有点过分了吧 柳如烟看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惊喜 老公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得有点早 基本上这场刚开场就来了 那你怎么不早点出来 嘿嘿 我想看看他想说什么 没想到 没啥意思啊 刘成峰爬了起来 他想对我说什么 我后腰插的扳手 忽然地掉到地上 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 我看到刘成峰的脸色变了 没有跟我们打招呼 自己就灰溜溜地走了 就这 真没意思 老公 你什么时候 安排我们双方家长见面啊 我还没给老妈说呢 快了 等我安排 我和如烟一起去 看望了刘秋婉 看着他恢复得不错 我们也就放心了 没有人想遇到这种事 但是遇到了也是没有办法 只有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希望下次遇到的时候 能够很好地避免 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 都有起起伏伏 最重要的是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用乐观的心态去看待一件糟糕的事 也许事情就不那么糟糕了 过了半个月 我爸妈也快回来了 我思前想后 这件重要的事情 在电话里面说不清楚 肯定是要当面跟他们说的 这天我刚跟如烟回家 在楼梯口碰见了三号租客 穆清河 他说 我们回来得正好 说有事找我们 就递给我们一张请帖 我很好奇 他这么快就找到男朋友了 前段时间 还让我托人给他介绍 红色烫金请帖 感觉挺精致的 翻开请帖 新娘穆清河 新郎刘成风 我跟如烟对望了一眼 这个刘成风 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吗 这世界不会这么小吧 婚礼时间就在明天 去看看就知道了 第一十一章 次日中午 五星级夏日酒店 冰棚满座 主持人已经开启了流程 我跟穆清河 只是打过几次照面 私下都没什么接触 可能想到我是他房东 所以他还是礼貌性的 给我递了个请帖 我跟如烟 就像是两个狗仔一样 四只眼睛到处扫视 没办法 实在是那个名字太吸引人了 不过到现在 我们也没看到新郎啊 可能是在舞台后面吧 主持人刚好说完 有请新郎闪亮登场 一个熟悉的人走上台前 果然新郎就是我们认识的 那个刘成风 如烟还在一旁吐槽 什么情况 老公 半个月前 还在追我 半个月后 就跟别人结婚了 我摇了摇头 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也不知道啊 那你要不要跟穆姐姐说一下 这个人可嫁不得 太不靠谱了 我赶紧捂住他的嘴巴 小点声 现场都是他们两家的亲戚 你是不是想被口水淹死 我有什么资格阻止别人 我们觉得他不行 不代表别人也觉得他不行 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说的也是 接下来的流程 就是新郎 新娘父母之词 我跟如烟都快要睡着了 等到郑主互相说完情话后 这个仪式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此时一个身影 突然冲上去 很激动地拉扯住新郎 跟他说着什么 我看那个人的身影 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走近一看 这不是李思涵的舔狗 哦 不 是追求者 急忙上台拉住他 大哥 是我 有什么事 不能下来再说啊 现在是别人结婚的日子 现在争吵有点不厚道啊 朱兄弟 不 不是我想闹 现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什么事 这么严重 李思涵 你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当时他在酒吧被人灌罪后 抢了他的人 就是他流成风 现在 李思涵想要独自生下这个孩子 但是因为身体出了一些问题 想要保住这个胎儿的话 要花很多钱 目前我们的手头很紧 就来找他 我们都想好商量 没想他做李思涵老公 只是想让他担起责任 先把孩子绑下来 但是他死不承认 说我们没有证据 是在敲诈 现在我们证据找齐了 我就问你要不要负这个责 他的话通过话筒的传播 大厅里的所有人都听见了 大家议论纷纷 对着新郎新娘指指点点 沐清河气愤地摘下头上的发誓 刘成风 幸好没有跟你扯证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渣 我们就这样算了吧 说完 不管刘成风在后面如何叫喊 他也不回头地走出了这里 我拿着话筒质问刘成风 这个事情要不要好好商量 他气得双眼通红 商量个屁 婚礼都给我搅黄了 看我理不理他就完了 行 希望等会儿警察来的时候 你还能这么硬气 我正准备打110报警 他回过神来 急忙拦住我 猪哥 我叫你哥 行了吧 一切好商量 最后在律师的公证下 刘成风给了李思涵八万元 整个事情算是彻底解决了 但是刘成风的口碑 已经通过网络 传遍了整个势力 他的单位也找个理由 把他辞退了 后来听说他去了三四县城市讨生活 我爸妈终于回来了 在吃饭的时候 我放下筷子 给他们郑重地说件事 两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爸 妈 我先告诉你们一件很重要的事 等等 先说好事还是坏事 让老娘我有个心理准备 好事 在他们双目注视下 我终于说出了口 我有女朋友了 我准备安排一个时间 等你们双方家长见面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就商量商量结婚的事 我爸妈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拉着我问 是哪里的姑娘 家里是干嘛的 她又是什么工作等等 最终我跟他们一一解答 并且让柳如烟过来 跟爸妈提前见一见 等到她过来的时候 老妈就惊呼漂亮 两人手拉手去到沙发上谈话去了 等吃饭的时候 两人已经很熟络了 老妈说 她很满意 我也很满意 最后我们两家人见面 敲定了一个黄道即日结婚 最后我爸怎么认识柳如烟的事 讲给爸妈听 他们说我是歪打正着 还说能找这么一个满意的媳妇 全是他们的功傲 幸好提前给我买了几套房子 要不然我也碰不到柳如烟 依依 这样说起来 我竟然无法反驳 全文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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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